进球瞬间欣喜若狂 卡达世界杯美国对决伊朗 靠着上半场攻进的关键一球 最终以1比0显胜 美国球迷宇宙无敌 霹雳超级爽 不乐在暖和的酒吧里 或在冷嗖嗖的草坪上 美国赢球举国欢腾 仍在密西根的美国总统拜登 才刚为成功连任的 民主党集州长站台 获知击败伊朗后 赶忙回讲台传达喜讯 美国队不仅报了24年前 以2比1输给伊朗的一箭之仇 还一举闯进16强 只是几家欢乐几家仇 面对输球的伊朗球迷 难掩失落的心情 这场比赛 两国国家队为了晋级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两队赛前就表示 不论输赢 不记仇不怀恨 伊朗队输球的滋味还没退去 但也展现落败风度 美国伊朗两家地缘政治宿敌 这场比赛是他们四十多年来 在足球场上第三次交手 堪称充满政治色彩的世纪对决 虽然两队坚称淡化 政治对立 但美国足球队日前推文 却见伊朗国旗遭到篡改 挑起伊朗敏感神经 美方一度称是为了 声援伊朗的反政府运动 却又马上收回言论 赛前网路上更谣传 这场赛事由中国籍当主裁判 俄罗斯籍当副裁判 双双都是美国死对头 阴谋论漫天飞 球员想专心打球弹何容易